现在战火已经烧到了海外 代替马无防美的金普聪 第一站到了华府 就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他对着蛮长的侨胞 炮红民企党主席蔡英文 政策反复 让人不能放心 根本不是可以信任的国家领导人 请看民事记者蔡孟玉 宋宏林 来自美国华府的卫星报道 熊达国旗高喊冻蒜 金普聪要当马无分身 到海外席票 一到美国华府就马不停蹄 又是出席造势大会 又是跟侨胞相见欢 抵达美国的第一个行程 金普松立刻就炮火全开 也让这一趟要跟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较量的访美行程 一开始就充满浓浓的火药味 我只听说过他自己 在公开民进党的初选的时候 他说他的经历 比苏贞昌前院长 比马英九都还要丰富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样一个领导人要不安心 因为这个比事实的落差太大 而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稳定始终如一 不能够翻来覆去 主席喔 他说如果马英九乌敦义 他们骂的话 我就要回嘴 那金武聪骂的话 我们就不必理他 金武聪要问这个问题 一定要先问 马英九六三三跳票 他先回答这个问题 苏家权隔海反参国民党执政三年多 政策几乎都票票才让人不放心 不过金普聪的小刀继续锁定蔡英文出招 蔡英文主席在没有任何证据之下 就指控而且点名了 这个所谓苏志芬县长跟陈明文 这两个案件 蔡英文主席有责任 有义务 要出来说明 他是不是有对美方 做这样的一个指控 或者这样的一个叙述 因为这真的是伤害台湾的民主 民意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社会应该可以辨认得出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刻意挑这个时间去 就让人不免就想到说 这个要把竞选的情况带到国外去 然后产生一种对立 金普通先生本人 他自己的角色的扮演 他有没有僭越他自己的身份 那他是不是 马总统是不是让一个 没有政府的正式编制里面 有政治的责任的人 来指挥国家的机器 指引金普通的发言 名不正 言不顺 预定12号将出访美国的开文 已经准备好印证 来绿2012总统大战要到海外 继续PK 明天新闻台北美国华府 众格报导